自从福宝走后 宋宝的精神状况引起了各方关注 整天不是发疯就是发颠 好好的人不做非得去干得罪熊的事 盘宇时级的爱宝虽然能听懂老宋叫自己回家 却假装听不到 不为所动地吃起了竹子 表情里透露出一丝丝嫌弃 可能大家都认为 宋三岁是熊界里食物链最底端的存在吧 所以宝家族成员各个都能妥妥地拿你老宋 爱宝应该会觉得老宋是唐僧者的事 虽然自己也很爱小爸爸 但就是可惜宋三岁脸上长了一张嘴 不该说的全都说了 都知道女孩子的体重是个秘密 而痛宝不仅当着福宝的面告诉他 你妈在你这个岁数才80公斤 你现在竟然都95 所以这也怪不得福宝给他一记熊掌让他闭嘴 得罪玩小的就来得罪大 有头就来到爱宝这里 一上班先让爱宝上船 竟然还故意大声喊出来132公斤 宋三岁不仅嘴碎 手也欠 看着爱宝圆滚滚的肚皮就忍不住上手摸 爱宝一开始试图礼貌地用手回绝他 但宋宝偏偏做人没分寸 直到爱宝拿出对待福宝的眼神 沙才默默把手伸回来 估计也怕被爱宝来上一口 直接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所以爱宝还是忍住了 毕竟痛宝平时也没少给自己制造浪漫 在每一个属于女生的节日或者爱宝的生日 宋三岁都会精心给爱宝准备花束和礼物 感谢爱宝带娃辛苦 都知道给福宝的红色枫叶语 其实我们的爱宝同样也有 所以平时爱宝能忍的时候尽量都忍了 也怕少了三岁这个家里就没个能出奇的人了 所以即使爱宝都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却依旧被这几个男人宠成了小公主 如果节目终就不乱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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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